大团结!游戏大咖挺苏,会一直站他后面! 图TVBS 民进党立委高志鹏办亲子活动,今天特别邀请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一起出席。 不过其实因为高志鹏算是前行政院长游锡坤的子弟兵。 因此这场活动也被视为民进党内苏系和游戏破冰。 而高志鹏被问到活动邀请苏贞昌是不是代表游锡坤也力挺苏贞昌,他巧妙回应说他力挺苏院长很久了。 立委高志鹏邀请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。 其参加亲子活动,二个人进教室前一路有说有笑,上演民进党内游戏苏系大团结。 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,没有亮起来我就敲他的头。 图TVBS贴心送上灯泡主题的盆栽,可以看到高志鹏胸前特地别上苏贞昌。 竞选办公室制作的会做是竞选徽章,表达力挺,整场活动二个人座位坐旁边拍照。 就算有一堆小朋友围过来高志鹏也还是站在苏贞昌的后面,年仅仅。 民进党立委高志鹏,我已经立挺苏院长很久了,未来还有更多的活动都会站在苏院长后面。 两个人的互动会引发关注就是因为今年4月,游西坤登山被立拱要更上一层楼参选新北市长,当时站在他身旁的就是他的子弟兵高志鹏和吴奇鸣,但最后游苏贞昌出现,外传游戏苏系因此肿下心结,这回破冰,但对于深奥变长一提。 图TVBS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,深奥电厂应该怎么样做,我始终就是一个严格的标准,就是要安全,不能有污染。 这时候站在他旁边的高志鹏不知道有没有很尴尬,因为他过去可是强硬表态反深奥,还说要是盖深奥电厂他就下台。 民进党立委高志鹏,苏院长也没有说支持,深奥电厂,他讲说如果没办法确定他是安全,不会让他盖。 民进党立判团结求胜,但却遇到深奥难题。